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福斯杂志称TikTok跨国监控锁定美国人行踪 拜登又糊涂了在白宜宫草坪种树后迷失方向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华尔街日报段这五人可能成为习近平接班人 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决定开启 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这意味着二十大诞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 没有潜在的接班人 华尔街日报今天问 但在下一届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称 谁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该报说来看看中共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上周六中共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其中有几张年轻的面孔 他们有机会在下一个十年的领导层周期中 晋升到中央高层 甚至有可能在习近平最终卸任时 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据华尔街日报称 以下是值得关注的五个人 殷勇53岁 殷勇目前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掌管北京的金融和商业事务 他曾服务哈佛大学进修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 他是具有强大金融背景的委员之一 他曾担任中国央行副行长 并曾在掌管中国外汇储备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了20多年 此外因拥有海外工作经验 曾担任国家主权财富基金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加坡办事处总经理 分析人士认为 他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被任命为中国央行新行长 钟绍军54岁 钟绍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并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该机构直接向习近平汇报工作 这一职务相当于习近平 在所有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务上的看门人 钟绍军自2017年以来 在中央军委任职 在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 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 钟绍军是习近平的私人秘书 诸葛宇杰 51岁 诸葛宇杰是最年轻的上海市委副书记 他担任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的第一副手 诸葛宇杰从政之前 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 刘宏健 49岁 刘宏健出生于福建省宁德市 在该市工作近20年 习近平曾在1988年至1990年期间 担任宁德地位书记 刘宏健于2021年被提拔为云南省政法委书记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委常委 郭宁宁52岁 郭宁宁是不多见的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领导人 她是中共为提拔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官员 而培养出来的人才 郭宁宁曾在中国银行 香港分行和新加坡分行工作 并曾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20大后资产国有化成定局 上海豪宅大跳水 富豪台商急受资产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20大之后 不少人担心公有制经济无限制扩张 抛售物业或资产 本周一上海有人已低于市场价三成出售豪宅 武汉有台商出售酒店业务 也有国企收购私企 官媒《人民日报》发文指出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定海神针 引起热议 中共20大并未给世界以及中国带来利好消息 本周一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全线下挫 据彭博社报道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重挫于20% 创盘中记录最大跌幅 市值蒸发于890亿美元 阿里巴巴、京东等主要科技互联网公司股价 均出现两位数跌幅 此前香港股市开盘后也大幅下挫 房地产和科技股暴跌 恒生指数下跌超过6% 再创13年来的低位 中国大陆股市也纷纷下跌 在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赵婷说 20大闭幕 许多豪宅持有人对未来不再保有幻想 于是决定降价出售房屋 他说一中全会尘埃落定 大家都没有幻想了 上海有的豪宅跌价大约是市场价的40% 有人在抛盘 大量的豪宅比市场价跌3%到40% 都想着跑路 再不卖来不及了 当天有房地产中介挂出豪宅盛大金币 华山下都元豪宅以超低价格求售的楼盘 其中9月份挂牌6000万的房屋 现在售3599万 金融街荣誉小区 一豪宅上月售5500万元 本周一降至3000万元 赵婷说上海大部分有钱人早已离开中国 或把钱转移到境外 目前这批出售豪宅的人直到20大闭幕后才看清形势 一是对整个国家的团队未来的希望没有幻想了 二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动态清零政策要持续发展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理论版24号发表署名文章 加强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 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做出的重要原创性贡献之一 文章写道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定海神针 以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 舆论认为上述文章虽然毫无新意 但是警告的意图却越来越强烈 湖北业内人士周宁称 最近武汉、上海、北京、江苏及浙江等地 有大量富人出售资产 他说台商也开始变卖业务套现 大量的富人变卖在国内自己的资产 特别是上海、北京的一些富人 他们的头脑还是比较灵活 这些人的私人资产也都是国有企业在买入 他说我有朋友买入的酒店和餐厅 都是台湾人出售的 在大陆的台湾人 因为觉得中国政策导向变了 才决定出卖资产 周宁说资产国有化 将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资产要国有化 以前什么东西都实行国家统一分配 上学也不用花钱 看医生也不用花钱 在二十大会议后采取新的计划经济 就是哪一些经济要由他们来控制 近期中国多地政府鼓励国企 收储商品房做保障房 据第一财经网站报道 近期来有不少地方鼓励收储户型合适的存量商品住房 作为保障性住房或拆迁安置房 比如8月15号 湖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健康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 关于持续促进我市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 对困难房地产企业的滞销房 鼓励国有企业收购 作为保障安置用房等 此外 温州济南政府官网和国资委也发布通告 收购商品房用于租赁储备住房 中国暗示或放宽国际旅行要求 以吸引外资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政府部门周二发布的一份通知暗示 作为吸引更多外资的激励措施之一 中国有可能放宽国际旅行出入境要求 在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份通知中 政府要求有关部门为跨国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高管 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出入境提供便利 通知还称 各地方要用好用足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明确标准和流程 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 通知没有就此进一步详述 但称要加大重点外资项目支持力度 加强用地、环保、物流、人员出入境 等方面的服务保障 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发布了这份通知 该通知的主要目的是吸引制造业投资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严格的防控措施 导致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 很难派遣新的人员来接替离开中国的人 政府规定的长时间隔离 以及上海等城市 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 可能使居民居家数周的大规模风控措施 使企业难以把外国人才留在中国 上述通知还鼓励有关部门 针对医疗、半导体等产业链 举办招商对接等投资促进活动 并组织实施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 以及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商会 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活动 由于防疫优先 中国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 取消了很多大型公共活动 严格的集中隔离要求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不愿前往中国 中国政府的通知还表示 要保障外资企业在中国扩大投资所需的土地、物流和其他资源 中国央行大举放量2300亿 逆回购操作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央行周二早间公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影响 维护月末流动性平稳 今早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人民币2300亿元7天逆回购操作 根据公告 中标利率为2% 继续持平前值 WIN数据显示 今天有20亿元7天7逆回购到期 因此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280亿元 20大会议闭幕后 首个交易日 周一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量 突然从先前灌肠的20亿元 明显放大至100亿元 并转而实现净投放80亿元 国庆长假之后 随着资金回流 央行一度连续大幅回笼资金 随后从上周二开始 央行重归常态性操作 实施地量20亿元逆回购 并实现零投放零回笼 上周累计看 逆回购口径实现净回笼190亿元 随着月末临近 今早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小幅上涨 隔夜涨了32.48点 7天7涨11.52点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福布斯称TikTok跨国监控 锁定美国人行踪 美国福布斯杂志引述文件报道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中国团队 未经同意就禁止展开 以TikTok应用程式监控一些特定 美国公民个人位置的计划 执行该监控计划的团队 隶属字节跳动的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部门 由北京高层主管高宋叶领导 他向字节跳动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 梁如波回报 报道说 该团队虽主要对字节跳动现任和前任员工 潜在不当行为进行调查 但资料显示 字节跳动内部审计团队 在至少两个案例中 计划收集有关一名美国公民行踪的TikTok数据 而该公民与该公司从未有过固聘关系 报道引述资料显示 上述计划是由未在北京的字节跳动一个团队 从美国用户的设备中获取实体位置数据 报道说 该计划涉及未经同意 竟自取得一些美国用户装置的位置数据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今年7月开始调查TikTok是否误导了国会 隐瞒了今年稍早些时候 该公司中国员工访问浏览美国数据的资讯 网络新闻媒体BuzzFeed先前报道 美国用户数据曾被中国字节跳动员工多次访问 TikTok发言人沙汉纳向福布斯表示 TikTok根据用户的IP地址收集大致的位置资讯 除此之外 帮助向用户显示相关内容和广告 遵守适用法律 并检测和防止欺诈和不真实行为 不过根据福布斯查阅的资料显示 字节跳动的内部审计团队已经有计划的使用这些位置资讯 来监视美国公民个人 而非用于目标广告或任何其他目的 报道说为了保护消息来源 因此没有披露资料中提到所计划监控的性质和目的 根据报道 TikTok和字节跳动没有回应福布斯询问 是否其内部审计团队已经锁定任何美国政府或成员 权益运动人士、公众人物或新闻记者行踪展开监控 拜登在9月签署行政命令 列举了美国外来投资委员会在评估外资所有权的公司时 应考虑到具体的国安风险 强调外国敌手取得美国人数据所带来的风险 尤其关注外国公司可能使用数据 对个人或个人群体进行监视、追踪、跟踪和锁定 对国家安全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由美国财政部主导的跨部门机构CFIUS 负责评估企业并购交易和投资的国安风险 正调查TikTok的中国所有权 是否可能让中国政府能够取得美国TikTok用户的个人资讯 福布斯查阅的内部资料显示 包括TikTok执行长周寿资在内的公司高层主管 曾命令该团队调查个别员工 即使在有些员工离开公司后 该团队仍在对他们进行调查 根据字节跳动内部办公室管理软体Lock的文件和记录 内部审计团队使用一个被员工内部称为 绿色通道的数据请求系统 这些文件和记录显示 中国有通过绿色通道对美国员工讯息的递交请求 并已从中国调取了这些数据 拜登又糊涂了 在白宫草坪中枢后迷失方向 据中央社报道 现年79岁的美国总统拜登认知能力屡遭对手质疑 今天他又被拍到在白宫南草坪一场植树仪式之后 似乎迷了路 得靠工作人员指点方向 推特上流传一段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拍摄到的影像 画面可见 拜登先是往错误的方向走了几步 随后被引导回白宫 根据纽约邮报报道 拜登与第一夫人急而未表扬 庭园管理人韩奈 在白宫服务50年而种下了一棵树 拜登接着走向园内 然后转身问道 我们要去哪里 工作人员告诉困惑的拜登 怎么走回白宫屋内 拜登又问 要是我想走那条路呢 旁人回答 你要想的话可以走那边 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接着说 您可以做任何您想做的事 拜登则在跟上妻子的脚步 走回正确方向时 开玩笑般说道 是啊 我发现自己拥有很多自由 拜登下月将满80岁 上周他在皮斯堡结束一场演说之后 似乎也曾迷失方向 一脸困惑 在台上转圈寻找出口 过程中看似还在喃喃自语 今年4月 拜登在北卡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 发表完近40分钟的演讲后 说了一句 上帝保佑你们 然后转向右侧 并似乎对空气说了些话 还跟空气握起手来 他随后背对观众 在象征演讲结束的背景音乐响起时 他看起来像是完全失去方向 当时拜登的怪异行为 马上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包括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内 许多人都说拜登可能有认知退化迹象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推荐给您的支持